就是澡堂的 今天呢我就来洗大澡 放松放松 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北的 顶级社交体验 一般呢你要是刚进来呢 就会有个小桌迎上来 给你的这个小手牌 对的就是像小片里面演的那样 它这个手牌就是这样 它就开了 我现在要赶紧收拾收拾进去搓澡了 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讲讲 我刚才在澡堂里头干啥了 为了方面大家理解我们这边 东北的洗浴文化呢 我特意画了一个流程图 我们这边洗澡呢 就不是充充零零零 是需要好多个步骤 它每一个步骤底下呢 又会划分好几个步骤 我刚才在楼上澡堂呢 进行的就是冲洗 以及泡澡 以及拖澡 先说它这个第一项冲洗 现在其实呢 在我这边像样点的 大概就是中档以上的洗浴中心呢 它都会提供免费的洗发水啊 护发素啊 然后牙膏牙刹洗面奶都有 所以我基本上来洗澡呢 就啥也啥 你大概给自己冲的差不多 收拾差不多 你就可以到泡澡池里泡一泡 其实我记得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吧 女澡堂里呢 还很少有泡澡池 但是这几年呢 就是女澡堂里 必须就开始有泡澡池 各种什么温泉的 它那个池子吧 沙色的 绿色的也有 叶蓝色的 褐色的 黄色的 它池子的名字呢 叫的也都不一样 有了什么玫瑰池啊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各种名字啊 就像这样 反而就是名字叫的都挺高级 你在里面呢 泡一泡 冲一冲就可以进行下面一下 都没戳到 这都是一个个小屋 我现在要去到这个小屋里面 给你们实战演示一下哦 这里面大概就是这样有一个电视 地上会出这种热机 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够暖和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电暖打开 你可以在这个小屋里选择过夜 也可以上楼上的休息大厅 其实我们这边稍微大一点的行住间呢 基本上都是24小时中间 你都可以在里面过夜 为了让大家详细地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的搓澡是怎么回事 我呢就准备拿这两个小孩 给大家实战演示一下 男生就搓两个面 正面一面 背面一面 到这个女生 那我们讲究可老多了哦 一般呢女生搓澡 搓澡一面 这样一面 一侧面 又一面 然后再搓这个侧面 最后是背面 背面搓完了之后呢 前面还会再给你拉一口的 假如这个是搓澡那个床啊 热心的搓澡 大银呢 会先在这个床上 铺一个一次性绿布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一张塑料膜 然后就是最主要的 你要选择怎么搓 奶搓 醋搓 盐搓 柠檬搓 红酒搓 啤酒搓 炉慧搓 泡一件其他零零碎碎的搓法 什么搓泥宝灰啊 都是搓澡呢 就已经少不了 我刚才说的 澡筋 你要是想搓一场好澡 好的澡筋呢 已经少不了 一般好的澡筋呢 吓会快 还不拉了人 也不疼 现在呢主要是有两种搓澡筋 一种呢 是我手里的这种 比较厚实 还有一种呢 是我小时候用的那种黄色 上面一直用小鸭子 那个斗筋呢 特别的薄 特别的拉人 特别的头 那个玩儿简直就是我小时候的热梦 小时候呢 我不大点 一般呢 都是我妈亲自上阵给我搓澡 就我妈那一手下的那个力道哦 它也不会有条件 我这胳膊一搓 一片红 然后呢 它会想给你搓你的脖子 搓你的身子 胳膊 手也会一直搓到 放心 嘎丢我当然也会都搓哦 然后腿这边搓完 侧面 侧面的脖子 侧面的胳膊 腿脚 后背 其实你一般来这边搓澡啊 这个大姨都会比较爱撈咳 我刚才就跟我那个搓澡大姨 撈得可开心的了 一般呢 你搓完澡 你呢 还可以选择再做一个护理 护理一般呢 就会在你身上撒很多东西 你要做的 黎桂啊 奶啊 柠檬啊 什么都可以 可以在上面让阿姨给你洗头 按脚 按背 基本上呢 在这个坛上什么花样都有 我一般呢 是不会做那么多项 因为没啥钱 哈哈哈 刚才呢 给大家具体介绍完了 冲洗间 泡澡 搓澡 现在带大家去看那个火荣宇哦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解 女澡堂泡澡的那个地方 因为拿这个在那个大厅呢 我觉得过于羞耻 我刚才那段其实拍了好几遍 因为我拍着拍着呢 我就看别人在看我 然后我的脸就红了 特别尴尬 看到这里的小可爱呢 一定要记得给我一个三脸哦 今天我这张老脸已经 活出去了 我现在在的是负一层 刚才洗澡是在一层 一会儿吃饭我就去二层 推开这扇大门 大家就会都比较惬意的在这一躺 要点茶呀 烙烙家常呢 那么一过 其实就是大半天 这个里面呢 就是火荣宇 42度 泡一个82度 我现在要去里面登一下了 其实这个里面还不是很热 这个有这个小床 你就直接躺在上面就好 上这个80多度的里面登一登 把这个机器送出去 因为那个温度太高了 我怕把我这个相机走坏了 我现在都完出来了 娜娜 董事汉 我在这边是属于那种不太能等的人 现在呢 已经是12点18了 我真的是太饿了 我要上楼吃个饭 现在就要去这个二楼的餐厅 这边是一个书吧 现在包装了还有这种圣诞诞的那样 想放松还可以在这里看看书 但是我要去吃饭了 我的妈妈有这么老多人 大家好 现在没有位置了 现在就没有位置了 现在大概多少时间都有位置 4小点半个小时吧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在餐厅外面 还有一个小书吧了 因为它排队 你知道我怎么没发现那么老多人 它这个自助餐呢是12点到2点 然后我现在才12点20就排队了 我现在看一会儿书 这里真的就是人太多了 我一直排到现在排进来 现在已经下午1点多了 面蒸的 这是一些小小小糕点 这边在排队 排的是一个烤生蚝 这个是那个什么香辣蟹应该 小面包 这个做的还蛮变质的哦 这个是冰淇淋可以做一个 这都是颜料 然后拿一个可乐 我拿了一个冰淇淋 这些炒饭 这个是那个菠萝卜老肉 寿司 一点点那个小饼干小饼皮 那我夹了两个螃蟹 一盘四身 那就是零零碎碎的一些小甜点 小蛋糕啊 口感太多了 我记得增加牛辣 这个四处里面 就觉得没有啥 这个把口罩 尝一下这个麻辣酱 看什么就是正常味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这边的 极玉冷华 枣汤冷华 我们这边应该是隔一条街 隔了几岸米 就应该有一个新冰淇 一般来说呢 还是不会太小 可能是现在呢 马上要过年了 所以它人就比较多吧 我去年 我晚上九点去洗 我就想避开很多的人 虽然还是在排大厨 我当时就特别尴尬 我抢芋头呢 我抢不过别人 我就光不磁油的处在那个洗澡空中间 就是 半个小时 就排上一个领域 我后来给我自己排的都鸡胺 这个吃完了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鸡胺 一排 虽然说不到这个鸡的鸡胺 挺好吃的 它这个鸡胺就很 真的很滑 这道鸡胺就爽 现在就1点40了 我只有20分钟 吃这个时间了 我早上快点给它打个鸡 我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味道 淡淡的那种红果茶香 我今天这一整套 鸡胺的鸡胺 然后鸡胺脱 包汤火龙浴的一切 然后再加上这个自助餐 比共是199 这个餐其实应该来说还不错吧 可能我今天来的人比较多 大家然后我先来跟鸡胺 这个牌上泡 它就拿鸡胺来吃 我觉得算是不错的 这鱼好咸啊 单挺香 中所周知 我这几天都嘴唇裂了 它这个鱼的鱼皮上面 应该挪泪出年 我嘴唇裂了 我嘴唇裂了 做其他的所有东西 就算了 我打算在这里最后等一个考虑好了 因为我到现在没有怎么吃饱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东北市面的一个流程 吃完饭呢 还可以选择去包房按个膜 包括也可以打麻将 友谈拍视 希望我们把基本上不吊全哦 如果有男方朋友过来抓我的话 我基本上就会带他在这里洗洗澡 就当你冲洗泡澡脱澡 整齐一系列完事之后 你的身体会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 怎么说呢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痛不痛 这就是一件非常小瘦的事情 尤其是每当我做完一件大事的时候呢 我就会过来大早放松放松 我大概是早上了9点多夜 所以我来这边洗澡 现在已经下午4点半了 在我们这边其实洗澡 真的是可以一洗一洗一天的 我在这里代表东北 欢迎各地区的兄弟姐妹们 来我们东北体验一下 郁文化啊 这一整头下来 绝对能给你舒服得明明白白的 好啦 我是花儿喜欢我画期的关注员 还有不要忘记三连麦